好,我们来看习作第12页的第三题 它说有一个质量3M的甲球 所以我们就画这个是3M甲球 然后跟乙球绑在一个长度为L的细桿上 一个M,然后它们长度是L 好,然后呢它跟你说绕着它们的直行旋转 好,直行会靠近3M这个地方 假设我们在这边 好,然后问说,它绕着直行在旋转 已经知道甲球的速度是V 如果甲球的速度是V,它们这样旋转 然后,这边就会往下 好,请问,那什么? 转动的角动量量值会是多少? 当然我们来看 好,角动量我们先看 角动量公式L等于什么? R cross P OK,那因为它们 R是半径,就是这一段 这是R甲 这边是RE RE 好,我们先把R甲也算出来 R甲跟RE会等于多少? 这个如果你有去看 那种我给的考图题的题目的话 你就知道 R甲它会把L分成 因为这边有3M 一个M 总共会分成4份 3M的哪一份? 所以就会4分之L RE会这是多少? RE会是4分之3L 好,所以待会 R,那什么? R就可以放进去里面 那P是什么? P就是它的动量 P等于MV 那,因为R cross P 就是RP 赛系达 因为它们刚好是90度 所以赛系达90度 就等于E OK,所以我们就不用去 就直接可以写成L等于RMV 好,现在 所以,角动量 它说整个系统 整个转动系统的角动量 就是什么? R,不是R,L 角动量 总的角动量 会等于L甲 加上LE 那就等于 直接代公式 R甲乘上M甲 乘上V甲 然后加上RE ME VE 好,我们来看 刚刚我们说3M的速度是V 请问小M 一个M的速度会是多少? 直接跟你说 也会是3V 为什么? 因为甲跟E的动量会一样大 甲跟E的动量会一样大 这个我们上课有讲过 虽然这个比较重 速度比较慢 可是这个 因为它们动量一样 这个质量比较轻 可是它的速度会比较快 所以3MV 会等于 E的话 也是 V乘上 M乘上VE 所以 VE 我也知道会等于3V 你可以这样子来看 OK 所以呢 好 这个我把它换起来 这个是另外算的 所以你算出 R甲R乙之后 通通放进去 放进去 那你就会得到 R甲等于 4分之 L 乘上 3M 再乘上 一个V 加上 乙的话是4分之 3L 乘上 M 乘上 3 V 你会得到多少 我来算一下 4分之 3 M L V 然后这里会 加上 4分之 9 ML V 那4分之 加加4分之9 是4分之 12 所以就会成3 ML V 所以这就是答案 噢 5分之1 2 3分之1 1 2